许多人都说 许子齐是香港最好命的女人 许子齐出生于个商人家庭 从小就去了澳大利亚生活 在澳大利亚无忧无虑的生活中长大 长大之后 许子齐成为了绝世的美人 之后啊 她回到了香港发展 之后又去了英国留学 在英国 她认识了香港首富李昭基的儿子李嘉诚 许子齐的命好 不仅仅因为她嫁入了豪门 而且在李家 她没有婆媳关系 她没有轴厉关系要处理 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幸运 如果说 许子齐是香港命最好的女人 那么谁是香港命最好的男人呢 有人说是许靖亨 许靖亨的命确实好 爷爷跟父亲 给她留下了四百亿的遗产 她几十岁的人了 依旧是风度翩翩 这么多年来 许靖亨从不需要工作 许靖亨一生都不要工作 而身边的女人 个个都是顶级美女 刘嘉玲 李姿 何超穷 李嘉欣 不过 许靖亨还不是命最好的男人 因为 这个人 应该是曾文豪 曾文豪是谁呢 估计很少有人知道 其实 曾文豪也是许靖亨的好友 2018年 曾文豪闪婚TVB的女星李美慧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李美慧当时才31岁 而曾文豪已经56岁了 有趣的就是 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许靖亨也特意去参加了婚礼 这个曾文豪到底是谁呢 曾文豪的父亲 曾继华可不是一个普通人 当年曾继华可是南洋的华侨领袖 曾继华去世之后 给曾文豪留下了百亿的资产 关键还是给曾文豪留下了非常多的人脉资源 曾文豪当时才20岁 但是却继承了百亿的资产 关键是这个曾继华其实有五个儿子 但是他却唯独把资产留给了曾文豪 如果只是因为有百亿的遗产 就说曾文豪是最好命的男人 那么也不可选 因为香港的豪门富二代也不少 不仅仅曾文豪一个人 这个曾文豪能力非常的一般 但是却可以以生作用荣华富贵 关键是他的两人妻子都非常的厉害 第一任妻子是何超琼的闺蜜 第二任妻子是年仅25岁的TVB女明星李美慧 曾文豪的母亲是父亲的二太太 曾文豪上面还有三个哥哥 其实他的哥哥能力都非常的出众 特别是曾文重 曾文重曾经拿到了 纽约理工大学的双硕士学位 回国之后又创办了绿色家园公司 在内地接了不少的工程 身家也是不费 不过曾继华却没有把生意留给曾文重 而是留给了曾文豪 曾文豪从小就养尊处优 并没有学到父亲的多少本领 不过曾继华偏偏就是宠爱曾文豪 曾文豪找大之后 父亲就送给了他一辆跑车 曾文豪结婚的时候 父亲就叫香港会在中心 摆下了豪华的婚宴 而曾文豪的几个哥哥结婚的时候 却是非常的寒碜 曾文豪不仅仅父亲有钱 而且妻子也十分能干 曾文豪的妻子名为杨颖心 这个杨颖心绝对是一个商界女强人 她早年跟何超琼、荣文卫一起创办了天机公关 何超琼自然就不用介绍了 何鸿燊是最能干的女儿 也是许晶亨的前妻 何超琼还是身家268亿的女富豪 现在是何鸿燊家族的掌舵人 荣文卫也不是普通人 她不仅仅是香港的顶级名媛 她的爷爷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无锡荣家被誉为中国商业第一家 荣家从清朝末年就是中国首富了 当时就有荣家衣食半天下的说法 解放之后 荣家后人纷纷进入政界 发展更是惊人 荣维万的叔叔荣之剑 则是去香港发展 创办了香港中心 成为了百亿富豪 杨颖心可是跟这两个人一起合伙做生意的 自然说明她也不简单 天机公关后来发展成为了香港最好的公关公司 杨颖心也赚到了不少的钱 杨颖心不仅仅能干而且也非常的漂亮 杨颖心曾跟曾文豪结婚之后 连续为曾文豪生了三个女儿 其中最小的女儿曾昭仪 还曾经跟霍英东的孙子霍气中拍拖 可惜的是两个人没有走到一起 不过这也说明 曾家的地位跟人脉真的不容小觑 曾文豪一直对妻子没给自己生儿子更更愉快 于是两个人后来离婚了 56岁的时候曾文豪又跟TVB的女明星李美慧认识 两个人相恋半年就结婚了 如今的李文慧又为曾文豪生了一个女儿 曾文豪当年接手家业就碰上了金融风暴 曾文豪没有经验 放弃了父亲的事业 转而去搞投资了 炒卖DP跟股票 结果是在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 家族公司的市值从82亿跌到2亿 曾文豪也是负债累累 关键时候 曾文豪找到了父亲的老朋友郑玉彤 郑玉彤不愿意看到故人刚刚去世 家业就被摆光 于是就出手相救 曾文豪才免于破产 但却欠了郑玉彤不少钱 后来曾文豪在商界就没有什么建树了 基本上就是靠着妻子 还有剩下的一些家业生活而已 不过啊 曾家的人脉还是都在的 曾文豪的女儿曾昭仪 还是成为了香港的顶级名媛 跟徐子齐 李嘉欣 林田儿 邢家倩 郑志文等人的关系亲密 还常常在一起聚会 徐子齐跟李嘉欣就不要介绍了 林田儿则是林百新的孙女 林建月的女儿 丈夫何正德 是香港烟造公司的太子爷 邢家倩的父亲 是香港富豪邢李源 母亲是国际著名服装设计师张天爱 继母就是著名的华人巨子林心侠了 郑志文则是瑰丽酒店的创始人 还是郑宇彤的孙女 一个败落的豪门 还可以靠着祖辈的人脉吃这么多年 不得不说啊 曾文豪的运气真的很好 其实 曾文豪跟许静亨就是同一类人 他们都是二十足 靠着祖辈留下的资产 生活一世 自己却没有什么建树 曾文豪跟许静亨一样 都是一婚娶一个能干的老婆 二婚就娶一个大明星 如今呢 曾文豪跟小二十五岁的李美慧 过着惬意的生活 不久之前 曾文豪还带着他 去法国自己家族的农装度假 还在当地开着自己的直升飞机 载着漂亮的妻子 近日 阔泰李美慧在网上晒出一组近照 照片中的李美慧戴着遮阳帽 身穿着灰色T恤 搭配着粉色的紧身裤 装扮朴实无华 还带着女儿下到农田里插秧 显得非常的接地气 李美慧手把手地教女儿插秧苗 秧苗插得整整齐齐 显得专业 看来呀 豪门阔泰的生活 并没有让她变得多金贵 一点也不怕泥土 弄脏自己的衣服和手脚 都说 劳动最光荣 即使太阳很热了 手上和脚上沾满泥土的李美慧 也不在乎 李美慧和女儿 似乎也很开心 露出甜美的笑容 李美慧曾经说过 她就是靠自己的朴实 抚略丈夫曾文豪的心 在怀孕时 更是将家里的四五个庸人辞退 自己亲力亲为地照顾女儿的掩饰取居 李美慧从小开始学习钢琴 十二岁时去北京学习舞蹈 十五岁考入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 或许是有舞蹈和艺术的天赋 即使是素颜 也显得韵味十足 三十四岁的李美慧 与比自己大二十五岁的曾元豪和影像女儿 曾元豪与女儿合影 却像是祖孙隔代人通况 不过家人感情很好 曾元豪的三个女儿和前妻 都对李美慧非常地友善 去不单拍婚纱照时 曾文豪的两个女儿陪他们一起去 百结婚九十都结伴到场 李美慧可能是大家感受 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老公非常重视三个女儿 对前妻都很好 关键是家人 就算做不成夫妻 都希望对方生活愉快 据悉啊 李美慧和丈夫认识第一面 连聊天的机会都没有 根本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隔了一个月回到香港 朋友约爬山再见面时 才开始有联络的 后来听说她想找个伴 还介绍朋友给老公认识 李美慧开始时 对曾元豪的追求有疑虑 因为她想结婚为前提为交往 然而曾元豪也直言 自己就是想找结婚对象 二人一拍即合 打算结婚后已经不设房了 很快啊 一女儿小堂心 就降临到他们的身边 曾元豪会陪李美慧做义工 照顾流浪猫狗 她欣赏李美慧做的事 觉得她是用心 而不是用钱去衡量她 所以也用心对待了李美慧 李美慧常常觉得 自己就是个丑小鸭 说老公把她变成了天鹅 曾元豪喜欢李美慧的真实自然 平时不爱化妆 她最怕女人化浓妆了 和李美慧一起感觉很舒服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